陸軍使軍團會在台中大雅的營區 傳出兩命同寢式的上市身亡 台中地檢署相宴之後認定是一氧化碳中毒 在現場還留有一支鋼瓶跟遺書 但是當中一名死者家屬認為不合理 因為死者年紀輕輕,衣食無憂 還有兩個年幼的小孩完全是沒有理由輕生 因此對另外一名死者提出了殺人告訴 也控訴軍方管理鬆散 讓鋼瓶輕易地進到營區當中 29歲成姓上市的家屬下午重回迎區招魂 深深悲泣的呼喊讓人比酸 位於彰化老家的阿嬤 一想到孫子就這麼莫名地走了 還留下兩個年幼曾孫 阿嬤難過得泪流不止 但話風一轉指控軍方管理太鬆散害命 陸軍時軍團26號 兩名同寢室的上市在早點名時集合尾道 事官長到寢室一看 才發現兩人已經昏迷 送以搶救不治 現場還發現一個一氧化碳鋼瓶 和一封遺書 內容疑似透露業務量過大 無法附和 檢方認定兩人是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但其中29歲成姓上市的家屬 對死因有意見 家屬說29歲的成姓上市 和同單位的太太兩年前奉子成婚 家庭美滿 根本沒有理由親身 懷疑是睡夢中遭波及致死 對此國防部表示 整個調查結束後會進行檢討 就內部管理的持續要做要求 跟強化的部分 也會做初步的努力 目前家屬已經提告 33歲成姓上市殺人 但由於被告已經身亡 所涉及的刑責恐怕會獲得不起訴處分 但家屬最希望的還是能夠盡快找出真相 解中部綜合報導